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行 特别是老王把胡子一刮 是吧 小伙子瞬间精神了 那么继续聊点关于数字货币的吧 五一马上就来了 然后国内呢 全国各地都在刺激消费 然后推出各种旅游政策呀 各种招商政策呀 以及各种数字货币政策 都是以数字货币形式来推出的 那么苏州呢 是全国第一个试点 所以咱们就拿苏州当例子看 刚刚苏州发了一个公告 说是要向全市推出三千万的数字货币来刺激购车市场 也就是说这三千万啊 只能买车 但是红包单个还不小 有最少的两千啊 然后有五千的有一万的 只要你去买车 买哪一款哪一个级别的 那么你能所用的那个红包的限额是不一样的 其实这个都不重要 已经玩了好多年了 是吧 什么跟杭州合作呀 跟南京合作 跟上海合作啊 对这回的就是数字货币购车啊 刺激汽车市场就是跟上海合作的 其实从另外一个层面讲呢 它跟哪个城市合作 就是要把数字人民币跟哪个城市的银行啊 社会各个层面啊 做联网 所以上海的朋友们啊 恭喜你们啊 数字货币马上来喽 那么这次的数字货币推广唯一的一个看点啊 就是苏州市政府说了 此次数字人民币红包合销使用有效期为2023年5月31日 预期红包自动作废 此次苏州市级汽车人民币消费红包 可与苏州各市区现有汽车促销政策叠加享受 也就是说这个数字人民币还是分市级的和区级的 就跟以前咱们用粮票是吧 有全省的全县的全国的差不多 然后这次的红包只能买车用啊 只能在苏州上海这个范围之内用 这个跟老王之前揣测的数字人民币的模型啊 几乎不差啥或者呢又佐证了一下老王的判断 然后更好玩的就是在这个通告里吧 说是截止到2022年年末啊 苏州全市数字人民币的个人钱包已经超过3054个 这是乍一听好像哇 好牛逼啊 是吧 3000多万个 但是苏州市啊 一共才1300万人口 它有3000多万个红包 这个红包是哪来的 平均一个人最小开俩 俩都不够 要开两个半 是吧 这个也可能理解 或者让老王来理解就是 交通银行的你得开吧 农业银行的你得开吧 对吧 没有交通银行的你出不了门啊 买不了车 坐不了公交 打不了车 对吧 然后没有农业银行的买不了主粮 买不了服饰品 对吧 没有商业银行的你没办法做买卖 你开个小店啊 是吧 没有建设银行的你买不了房子不能装修 所以每个人可能以后最少要五个钱包 之前叫掏空六个钱包 是吧 现在最少个人要五个钱包 才能保证活着 随便封了你一个钱包 你的人生啊 衣食住行就最少缺一样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未来即将 建造的好日子 在苏州的 以及长福的 以及济南的 北京的 天津的 广州的等等吧 这些数字人民币试点的单位啊 试点的区域啊 什么开发区啊 工业区等等 老王都大概的了解过啊 就大概的了解 并不是说我要了解多少人 有时候人就问一问 有时候人就问一问 以及有网友的投稿啊 闲聊啊 对吧 那么数字人民币之所以在表面上老百姓还看不到啊 你可以完全不用 但是在另外一个场景里呢 启事业单位里呢 又把牛逼吹的那么响 是什么概念呢 苏州是中国最早的一个试点 那么苏州的启事业员工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状态吧 是工资全额发的都是数字人民币 但是现在截止到目前 数字人民币和人民币相互兑换之间还没有壁垒 所以工资一发 一顺手就换了 对吧 除非是单位发福利 像这个苏州给了购车红包这种 真正有需要的给个超市券啊 购物券啊 拿过去就换点食物 剩下的也都没人用 用的还是人民币或者支付宝啊 微信 所以可能后面想要真正推出的时候 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等一切的支付 包括现有的银行支付啊 或者网上支付 全部取消 全部作废 只能以数字人民币的方式来进行线下交易 或者线上交易 那么接着到目前吧 整个国内啊 全域的试点 基本上就是北京 天津 河北 大连 河北是全省啊 大连 上海 江苏全省 浙江 杭州市 宁波 温州 湖州 绍兴 金华 福建省只有福州和厦门 山东省是济南 青岛 长沙 广东 广东是全省啊 然后广西是南宁和防尘港 海南是全省 重庆是全市 四川是全省 云南是昆明和西双版纳啊 陕西只有一个西安 这个是有的是在市一级 或者省会城市先转着 有的呢是全省都在推行 但还是以各国资单位人员为主 还没放到社会面 当然这个想放就很容易啊 先让那九千多万党员 是吧 还有三千多万的企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有编制的 还有退休人员等等 这些人先进到这个锅里 剩下的就简单了 是吧 那么按照现在的脚步来看啊 这个数字人民币推进的速度 一定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啊 值日可待吧 那么 今年上半年 咱们国内的社会上总体啊 有个网友总结了二十项 说是二十种社会现象 第一种 有些体制内人员的工资迟迟未发 工资发的越来越费劲了 在编制内体制内的人 日子不太好过了 第二 外卖员的学历越来越高 第三 街头的药店和超市越来越多了 第四 开始进入全民直播了 第五 黄金地段的商铺没人租了 第六 二手房供需不平衡了 第七 坐地铁公交的人变少了 其实是出行的人变少了 大家去一些交通枢纽 特别是高速公路这类的 以前可能天天堵车 现在不堵车了 对吧 这个就是整体经济不行了 第八 考研考工考编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这个是一定的 只剩这么一条出路了 剩下其他的行业 其他的领域 其他的学科都没有希望了 那当然学医好像还可以是吧 第九 回农村养老的人越来越多了 第十 工厂效益越来越差了 十一 大公司小公司都开始偷偷菜园 净薪了 十二 饭店的营业额越来越低了 十三 学历再高也不好找工作了 刚刚不说了吗 就剩那么一条出路了 是吧 当然刚才我说的学医 学医也不一定靠谱 现在想当医生心得黑 想当医生首先得入党 想当医生你得有靠山 这个那个行业也不太好混 第十四 电商持续繁荣发展的时代过去了 十五 物价开始上涨了 十六 地方财政开始紧张了 十七 清理边外速度越来越快了 十八 明星都开始直播带货了 那就是演绎啊 这个行业已经越来越不景气了 这个很正常 对吧 老百姓饭都吃不上 没事去他们看你电影 听你演唱会 前段时间江峰的一场演唱会 才五千个人 里边有四千人是 不要钱的 是吧 十九 大龄青年 无论男女都不想结婚了 二十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什么叫通缩 好吧 这个总结的也是有点操 是吧 当然里边几个点还是不错的 大龄青年不想结婚 很正常还是经济的问题吗 这些说来说去都是经济啊 社会啊 在一步一步的萎缩 正在向大萧条的啊 这个深渊里边滑落 是吧 咱说了几次了 一面是高通账 银行的无毛印钞 之前我聊这个词的时候 还有朋友跟我矫情 说是什么叫无毛印钞啊 政府印钞怎么怎么样的 我说中国政府啊 已经改了 二零一三年就把 以美元为毛的这个印钞 改成了以国债为毛 公开的资料搜一下 张嘴说话之前先 各种搜对吧 把自己能够找到的 全找到了 而不是你拿出证据来 哎大嘴把子抽你是吧 那么另外一面呢 是政府无处不在的管控 而且管得越来越严 越来越细 没有什么行业 没有什么领域 是他不伸手的 当然不只是党管一切 这一个号召啊 现在连农民养不养鸡 养不养猪 怎样养猪 怎样给母猪做产后护理 他都要管 那么这种呢 就是要是不管出来 一个通货紧缩的状态 那简直就叫没天理 甚至他就是奔着这个摧毁所有的现有的民营经济体系为目标 他就想这么干 不然的话 怎样推行伟大复兴呢 怎样实现计划经济 怎样恢复到人民公事大食堂 人民公事农庄的时候 这个咱也只是猜啊 所以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一定会同时发生 现在就是在这么一个基角的状态 也别考虑什么通缩不通缩了 去读一读哈耶克先生关于滞胀的描述就好了 对吧 智障之后这个国家呀 社会呀方方面面都会发生怎样的灾难 这个并不是说杜撰的 它都是一定要发生的 谁也规避不了 除非你现在能跑了 是吧 早期这个委内瑞拉刚刚发生通胀的时候 或者智障的时候 还有很多的人可以通过边境去其他的国家 逃荒或者叫逃命 等到马杜罗发现这事把那几座桥一炸 军队往那一站的时候 你连逃生的机会就没了 是吧 就像现在农业农馆联防队往村口一站的时候 你逃荒和逃犯的权利都没有了 你仅剩一个权利 要么饿死在路上 要么饿死在家里 是有这一个 对吧 好吧 刚才我看这里边还说二手房供需不平衡 昨天老王还给大伙说了一下 关于上海的房子 那些小区高档小区 以前是一房难求 现在是挂着牌没人买 是吧 搭着折卖没人卖 那么我刚查到一组消息 是整个的广州 整个广州市 今年 今年现在存量的法拍房已经超过了15万套 一个广州市啊 稳居全国第二 全国第一的是哪来着 咱们上次聊过一次 大伙自己搜一下 而且广州的法拍房并不仅仅是15万套就放在那了 因为有人卖有人买是吧 现在是没人去拍的状态 并且以每个月接近1000套的速度还在往上翻 越有钱的城市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为啥 之前都有钱 房子也值钱 对吧 自己的工作一个月赚个几万 大几万几十万的 有的是 这种机会多 然后呢 经济突然咔嚓一下 脆断了 崩盘了 他的收入就断了 然后呢 还不起了 是吧 这个 每一套法拍房的背后啊 都有一个私心裂肺的价格 啥倒霉了 十几二十年的努力一瞬间啊 技术接头了 是吧 所以 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的 以后啊 到广州啊 或者一些大城市 千万不要啊 跟一些做底层工作的人起争执 啊 明白吧 你懂我在说啥 是吧 他们所有人的精神都搭在那啊 就差一个刺激 好吧 聊点开心的 啊 这个是一份喜报 原武汉市市委书记车言高 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的十个奖 那么下面咱们欣赏一下 他的代表作 哎呀 写得真好啊 哇靠 这首诗的名字啊 叫徐帆 冯小刚媳妇 徐帆的漂亮 是存女人的 漂亮 我一直想见她 至今为了心愿 其实小时候 我和她住的特近 一强之格 她家住在西城跑马场那边 我家住在西城跑马场这边 后来她红了 副唱副随了 拍了很多叫好又卖座的片子 你们觉得这个叫诗 嗯 是吧 哎呀 也没办法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时代了 是吧 人家说这个叫诗 那就叫诗 好歹人家是 武汉市纪委书记 是吧 你敢说他不叫诗 纪委上门你不怕 哎呀 鲁迅文学奖 越来越臭了 是吧 啊 换言之 就贾浅浅啊 去年啊 是前年来着 贾平挖 贾平凹 那个女儿 是吧 那种满指 屎尿屁满嘴 屁耳鸡巴逼的东西啊 都不能说它是个文学作本 就只能叫它是个玩意儿 是个东西 就那鸡巴玩意儿 都能被称之为诗 甚至还能获得青年文学奖 哎 贾浅浅还能 当什么青年文学奖 学协会的啊 什么副主席 是吧 就是这么个时代 富有我们的吧 对吧 这个时代就必然是 妖孽横生 群魔乱舞 对吧 当然也没啥不服的嘛 啊 上边那个是纪委书记 是吧 这个是 他爹是大文豪 是吧 做些主席啊 对吧 人家 甲平挖 在西安封城 最严重的时候 啊 就能坐在啊 堆满了 大鱼大肉的桌子面前啊 在那歌功颂德呀 政府给我们的保障非常到位 你看看这些东西我们都吃不了 啊 歌颂完政府回头就骂那些翘盆的 喊恶的啊 翻墙出去买馒头被揍的 对吧 你们这些刁民 是吧 就忍不了吗 啊 这个疫情重要 还是你们的 小民的那点破事重要啊 是吧 就是这么牛逼 这么忠贞的党国老狗 人家给他女儿一个 什么青年文学奖 是吧 给一个青年什么文学协会的副主席 不很正常 也不过分 是吧 不然谁愿意当狗啊 对吧 甚至咱都别说 现在的鲁迅文学奖 到底不堪到什么程度 是不是已经不堪到 比肩郭默若文学奖了 是吧 就是现在就是政府说了 就设立一个甲平花文学奖 甚至周小平文学奖 咱们能咋去 是吧 就算再设立个中南山什么医学奖 胡锡进西文奖 傅政华仁爱奖 杨岚拱立彭丹邓邓文迪 针结奖 是吧 莆田系医疗贡献奖 老年人清零贡献奖 人矿催生技术奖 对吧 你能咋的 是吧 谁又能咋的 哎 这是阿玛东北话 就这恶 你能咋的 不就只能忍着恶心看着 是吧 这个世道不就是这么 一点一点烂下来的 唯一能做的是啥 要么就赶紧跑呗 都告诉你世道要烂了 告诉你这棵树要倒了 你非得抱着 对吧 告诉你那堵墙要塌了 你非得蹲那 那那那不也就是个 呃 注定的结果 是吧 实在跑不了呢 哎 那就 该吃吃 该喝喝 该玩玩 该乐乐 对吧 哎 把温暖当标准的民族 对吧 你说 你知道我在说哪一部分 这帮玩意儿是怎么过头一天 怎么活头一辈子 对吧 只要不是饿死 他们怎么死都瞑目 哎 这帮人那就 混是等死得了 咱们呢 啊 看看笑话 是吧 啊 到关键时候 或者等他 啊 铁拳加身的时候 咱们喊去 该 呸 是吧 活该 只能这样 那还能喊啥 啊 你这边喊 你可别去啊 那是个骗子 他骂你啊 他把你拔辈祖宗 骂拔辩了一天 对吧 何必呢 哎 叫什么来着 好上言 难劝该死鬼 大慈悲不渡 自觉人 是吧 哎 后面还有一个好玩的 最近不是一直 全国各地都在刺激消费 刺激这个旅游业吗 五一 喜迎五一长假 啊 然后 自博的烧烤 不是火了吗 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啊 傻逼机三地 那么 唐山昨天也发了个通告 啊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啊 来大美唐山 大美唐山 欢迎你 啊 然后又列举了唐山 有这个吃的 有那个玩的 什么几个风景名声 关键 他把唐山的烧烤还协力了 哎 然后就引发了全民吐槽 啊 有网友喊话 呃 我是嘴馋 不是皮痒 唐山 到唐山不是越爱揍吗 是吧 哎 网友说 呃 我的生命只有一次 我只想吃成本最低的那个地儿 啊 还有 还有网友说 啊 五一长假 我是想去潇洒的 不是想去消户的 啊 这是老王写的 去资博吃 是烧烤打折 去唐山吃 是骨头打折 去资博 顶天不过是 落一身的探灰 去唐山 搞不好 就他娘的领灰一盒 骨灰 是吧 啊 唐山啊 出名咯 算咯 啊 各位网友 要是觉得脑袋硬 那骨头硬 那就可以去唐山试试 哎呀 古语 穷山 饿水 出雕民 那么到底是民 为什么会雕呢 嗯 山 为什么会穷 水 为什么会饿呢 对吧 它是相辅相成的 哎 哈哈哈哈 你们就偷着乐吧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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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